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吃什么来着 吃非常放瞎人 赶赞之后本节目又瞎人灌名了 静姐快请坐 我从来都没有坐过嘉宾的位置 今天让你也感受一下 想问问静姐 这个主持这么长时间 这个非常近距离 让你最头疼的一位艺人是谁 就是占领我座位的这个人 我曾经以为我是一个从没有嫉妒心的人 我怎么看你坐那儿 我心里有点不舒服呀 真的吗 那我给你一块儿做 你刚才主持真的特别好 对不对 这小冉曾经是主持人 现在是著名演员 对 主持干不下去就只能转行呢 紧张吗坐在那儿 就特别紧张 你没看我都 好你好点 彭小冉首次来做客 作为北京大妞的她 有哪些真心情 驴打滚 爱窝窝 炉煮 炒干 爆炸 新街口的炉煮 还是蛮不错的 还有北新桥都特不错 能言善道的彭小冉 初作主持人时期 又有哪些坎坷经历 我都自己不知道 能不能证明自己 主持也不好 然后就会有很多人说 很多人骂 主持什么玩意儿 天哪快下去吧 就这种 那会儿看着真哭鼻子 就是自己躺在床上 抱着电脑 看着 真的这么吵吗 就是哭得了 好伤心了 自幼孝顺的彭小冉 提起家人 又是什么经历 让她山然泪下 我开播的时候 我想的是 为什么也看不到 这个戏播的对我来讲 有什么意义呢 就是无非就是 更多的人认识着我 但是其实 我最重要的人 已经看不到 然后我那段时间 真的其实挺负面 刚开始挺负面 情绪挺多的 今晚非常近距离 彭小冉讲述 女孩的成长故事 那我来正式欢迎一下 欢迎 最近这个 我们热播剧 大家都在关注 她的这个女主角 彭小冉 欢迎 谢谢 彭小冉 中国内地女主持人 演员 早年 彭小冉 因担任 网络综艺节目的主持人 而被关注 而后 她从主持人 跨界做演员 凭借在影视剧 老九门 东宫中的精湛演技 收获众多 观众的喜爱 我们做个调查 现场看过东宫的推手 天哪 我不瞒您说 静姐 我昨天去买菜 结果那个菜市场的大姐 跟我说 呦 你是东宫里的彭小冉吗 我说是 我说那您也看东宫啊 她说那可不是吗 我每天一进菜市场 就问 今天大家都看东宫了吗 简直宣传小能手 因为你是北京人吧 我北京人 我觉得北京女孩 跟你好就怼你 没错 其实北京人说话 虽然说不好 但是她其实没有什么恶意 就是她这个原习惯就这样 但有的男人 受不了北京女孩 她觉得hold不住北京女孩 是吗 你觉得北京女孩 跟什么样性格的男人 比较合适 我觉得比北京女孩 还能怼人的 男的就不太合适 俩人天天别干别的了 就互怼得了 对 但是也不能太无趣 我觉得这个挺重要的 我甚至喜欢长相很搞笑 我发现了 真的 对 就是长得别太正经 黄渤 我特喜欢黄渤老师 就是你每天看着她 你就想笑 你说这多好 还有什么 这人得逗吧 最起码得逼我逗吧 不然天天我 我逗我们家猫不行吗 我还天天逗她 逗她 太逗了 我觉得是不是也不行啊 我是觉得这人 只要长相啊 就是不求多帅 但是就是长得亲和 有亲和力 这点挺重要的 什么人你受不了 她矫情 事不垃圾 事事 要在比如某个场合碰到那个事不垃圾的 大家一桌吃饭啊 你是不是那种摁不住自己就想怼人家的那种人 我一般这种情况我都不说话给她一个眼神自己体会 小软我觉得你是性格蛮可爱的 所以在这里帮你呼吁一下粉丝 我觉得她特别适合演那种北京爱情故事 就是演一个特别真性情的北京妞 对 你看你看你这姿势 一般人都没有在我家这样的 人家都能大概坚持到一小时这样的 我真坚持不了 小软到后来就这样 但我就觉得 太真实 过于真实 我们真的准备一些关键词 我们想让大家了解一下 这样的我们有很多关键词 那个女汉子肯定是了 对 女汉子肯定是了 从坐姿就能看出来 而且我平时 我衣橱里也是 基本上没裙子 到夏天就是大塌了板 然后那个大短裤 上衣就是冬天就穿卫衣 夏天就穿T 所以那种碎花连衣裙 哎呦我的天呐 不适合 不适合 就碎花连衣裙 感觉比较配那种温婉的气质 自己我装都装不错 那是啊 羞涩女孩啊 你看这个 羞涩女孩 你有羞涩的时候吗 可能看见黄伯老师 我会羞涩 对 你看见黄伯老师 她肯定羞涩的 对 嗯 熬夜党 熬夜党是真的啊 就是你拖着拖着就熬夜了 熬着熬着就拖延了 那你不是拍戏啊 早晨五点什么 你要坐在那怎么办啊 拍戏的时候就是 工作状态可能会好一些 但私底下真的是一个挺懒烦的人 那你这样的 你跟朋友约会 下午三点半在新街口 我估计你三点半到不了吧 三点半新街口 那约不了 怎么那是晚饭点啊对吧 我会磨到晚饭点再出去 这是刚好 这是刚好啊 其实拖延症吧 挺讨厌的 靳靳你会赖床吗我想知道 我不赖床 我醒来我就站起来了 我醒来我就站起来了 不是站起来了 太吓人了你这有点 你这有点太吓人了 对我特别讨厌 醒来的人在床上 磨磨叽叽是吗 看朋友圈 对我是你最讨厌的那种人 最讨厌的 你要是我闺蜜 你看我怎么治你 你好好治我 这一般的我都活到现在了 没人治得好 我想问一个那个什么 你想问哪个 吃货 我粉丝基本上都吃货吧 什么驴打滚 爱窝窝 炉煮 炒干 爆炉煮 你都不挑 都吃 我就豆汁不行 豆汁不行 豆汁不行 那炉煮火烧我特爱吃 是吗 然后比如说 我要请你带我去北京 特地道的小馆 你能带我去吗 新街口啊 小长城吗 新街口的炉煮 我还是蛮不错的 还有北新桥都特不错 你看他刚才说的 又特别北京 现在女孩很少用这个词 完了完了 放过了 那他用的特别帅 对吧 你要是用的不好 那就觉得 你看新街口啊 来来 你再说一遍 我给你接一下 说错了 刚才应该是北新桥啊 我最近喜欢的是 前门的门框炉煮 是不是 那更好吃 那我们就是 拿一天来说 你比如说 你食量比较大的一天 你说说具体 你都吃些什么 我有一阵特别不正常 我自己都被自己吓到了 我早上起来 就是点包子 我能吃15个 这不是 就是杭州小笼包吗 不是小笼包 是大包 就是比小笼包大点 比大包小点 就是中不溜着那种包子 早餐就吃了15个包子 早餐吃15个包子 还要吃一碗豆腐脑 还要吃一个糖油饼 中午呢 中午 夹椒面会吃吗 我爱吃面食 对 我一般晚上中午 都会吃主食是肯定的 不然的话怎么能吃饱 你最爱吃的是什么东西 就是面条 面条 各种面条 烧烤 烧烤 甜品 火锅 火锅 日料 那听起来没有不爱吃的了 是 没法用排出法 长肉吗 也长 肯定长 你如果要减肥 你是不是也是减得很快那种人 如果我要下定决心要减肥 我还是一个挺能狠下心来的人 所以那时候就爱吃不爱吃 其实你能控制了 我能控制 就是我开心的时候我就吃 反正我也能减下来 没有压力 那你减肥的时候 你有没有一天吃很少的时候 会啊 我记得那会儿有一段时间 就是在拍东宫之前的一段时间 我会控制自己的 那段时间每天去健身 每顿饭可能真的是要标注 蛋白质 你摄入了多少卡 然后什么脂肪 你摄入了多少卡 然后那个碳水 摄入了多少卡 每次都写 就那时候你也能做到 也能做到 那你会把你的一些健身啊食谱 发倒立脖什么的吗 不是 发这个我感觉有点变态 我觉得我自己那会儿就有点变态 你说谁天天吃个饭 一定要 我真的是把卡路里要查 我还要查我吃 比如说这个鸡蛋鸡蛋清 有多少卡 我要写进去 你有这么变态的时候啊 后来所以我不推荐 就是我也别给大家展现这一面了吧 那这么说来 你觉得自己是一个上进心很强的人吗 我是挺情绪化的一个人 当我情绪正常的时候 我很上进 但是每个人总有低谷的时候 对吧 你这天一天到晚 什么都我就不想干 我连吃饭我不想吃 我连睡觉我也不想 我就在床上待着 我在沙发待着 这时候你觉得人生毫无意义啊 干什么都没有力气 这样的时候多吗 这个时候 一个月有几天 哪个月总有那么几天 那刚才说了这么多 其实我们对你的性格有点了解了 我们想加深一下了解 今天我们采访到了你的几位朋友 被你怼过的朋友 来听听他们是怎么说 小冉是一个非常机灵 非常聪明的女孩子 我们在拍摄的过程中间 她能言善道 然后领悟力 领悟力也是非常的快 她特别的好学 经常就是 我跟她在拍戏的时候 跟她交流的时候 她就觉得有道理 有道理 说的有道理 后来她就师父 师父叫我师父 我老跟她说有道理 我就带着 成为她的师父 而且小冉的性格特别好 就是跟她说什么 她就 哎 好 好 她非常非常的 在性格上是很大条的一个小女孩 你别看她个儿小 小小一样 但是她非常非常 大气 这点我觉得特别好 但是小冉特别能说 话特别 就是只要打开话匣子 她就能不停不停地说 然后 而且嗓门也大 小冉大嗓门 小冉呢 是一个勤奋努力用功的艺人 那我相信这些一美之词 别的朋友也会这样夸你 但是这是非常近距离啊 是不是得说点别人不知道的 前两天呢 我们在一起录制跑男 最后一个环节 大家也都知道 肯定是私名牌 在私名牌环节当中 我还在想 我是要不要去找这个小冉 跟她聊一聊 因为毕竟我们那天呢 有一个身份的特殊设置 可是就在这个环节当中 我却找不着人了 大家知道她去干什么了吗 她去敷面膜 撕名牌啊 她去敷面膜 挺糟的 是一个挺爱吃的人 就刚开始 我们刚做节目的时候 一起开个选题会 莫名其妙 她就点上小龙虾了 然后就变成龙虾拍 你知道吗 想当初咱们上夜班加班的时候 她又不完节目出来 编导都躲着她走 哪个编导的零食 她都得吃几口 哪个编导的夜室 她都有吃点 这么吃 她都胖 算不算缺点 说到我们的小冉呢 我觉得首先她在外形上 给人的第一印象 都是那种有点 软萌 有点可爱的女神范 如果要爆掉 小冉的一个小癖好的话 我记得有一段时间 就是我一直在吐槽 她从前年开始养猫之后 就真的是一发不可收拾 她现在家里 已经有三只猫了 但我感觉 她还会继续养下去 我觉得总有一天 她家里面 会变成一个猫的动物园 我觉得太好笑了 你有猫的照片吗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巴比哥 这两只是元旦 还有一只没出现 对 最近刚拿过来 你在写书法 那猫摁在那字上 她真的是寸步不离 她跟我时间最久 她是在拍东宫的时候 在剧组的时候 来到我身边的 她性格有什么特点呢 杀不拉吉 特粘人是吧 挺粘人 但是她特别奇怪 她粘人 她是一定跟你保持一定距离 但是又 就永远在这个距离之外 出现在你的视线内 左边这个呢 左边这个巴比哥 是德文猫 就是一般人见到她 都会觉得好丑 我第一眼觉得她也好丑 后来越看越好看 他们说你是前期 开始养猫的 然后为什么要喜欢 忽然喜欢养猫的 因为后期拍摄的时候 剧情里面的虐的部分 都集中在后期拍 然后那会儿 真的是拍着有点抑郁了 我说的抑郁 不是说真的是那种这个压力 对 就是压力很大 然后我就受不了了 然后我就把元旦 接到我身边来了 但是你会跟她说话吗 我天天跟她说话 晚上收工之后 就回去跟她说话 是一句半句的说 还是一堆一堆的说 没有 一般就是 一小时一小时的说 妈呀 她都听睡着了 我还在说 说啥呢 就是跟她聊 我今天这个拍戏的感受 我这跟动物 没法聊这么长时间 我会说宝贝怎么办 就完了 你怎么那么坏 那么那么乖 跟一猫聊那么长时间 因为那会儿 就是这个倾诉的欲望极其强烈 就是有的时候 人的这个说话的欲望一上来 有点杀不住闸 但是你说别人又挺 你总不能老找别人说 有点挺烦人的 那就找这猫吧 她也不会说 她烦她也不会告诉我 反正是 因为这部戏其实是一个挺大的戏 然后包括你的哭戏又特别的多 刚才说剧情啊 包括这个就是你爱的人相继离去 就是挺虐的 你看你的性格又是特别开朗的 那你拍哭戏 你怎么调动自己 导演经常亲身示范 就是我导演是一个 她的表现力非常强的人 她的感染力也很强 我一般 比如说哪个戏我没有情绪了 我哪个戏我哭不出来 哪段戏我哭不出来 我就看着她的眼睛 也不知道为什么她长得那么好哭 就看着她的眼睛 我就哎呦 不行了 泪水止不住了 就哗哗的往下流 这部戏应该是你第一个 这么重要的女角色 第一个 第一个 我也从来没在组里这么长时间过 对 而且这个是一个大IP 然后我相信很多人都想去 去竞争这个角色 比你更有经验的 拍过很多戏的 因为毕竟三年前 你还是个主持人 对 也没有上过表演的 这样的一个专业的学校 培训 对 那那个时候 在角逐这个的时候 你是什么样的状态呢 我特别感谢就是 信任我的人 把这个机会交到我手里的人 因为那会儿 我拍东宫之前 其实有跟老板 在拍另外一部戏 然后他其实是能够看到 我在片场的这个状态的 我想应该是他觉得说 嗯 是不是小冉可以去试试 可以可以 可以够得着 嗯 然后可以 是不是可以让他 给他这个机会 让他去去去证明一下自己 那你压力大不大当时 但我都自己不知道 能不能证明自己啊 因为第一部女主戏 其实最难的不是呈现 而是在呈现之前的消化的过程 就是你能够吸收多少剧本里的东西 然后这是前期的一部分的东西 还有另外一部分东西是你在后期你的呈现 其实你自己可能消化了剧本的80% 但是你最后表现不出来 这也是一个问题 所以反正那一阵自己的压力也是挺大 但是我觉得这种压力是可以变成动力的 就是全网播出的那第一天你在干嘛 我看弹幕啊 你是在跟全家人一起看开播吗 还是自己 没有我自己看 对自己看自己在家 对然后再看我想知道大家是怎么看小峰 有没有上来说哇他太漂亮了 真的我觉得特是不是 是 真的 其实大家觉得漂亮 我觉得这个是 这是对整部剧各个公众的一个肯定 很多人说这个小峰高颜值 我觉得一定离不开剧组大光老师 人都说哎呦天呀感觉给小峰打光打的 他整个人都在发光 就觉得小峰是不是十级滤镜 然后包括摄影啊 包括我们的那个服装造型老师 每一环都必须要精致 大家才能看到一个很完美的剧 所以微博播完了以后 微博粉丝是不是迅速长了很多人 应该是长了有 就至少是我原来基数的一倍吧 你有看大家留言吗 有回复吗 有有 有回复吗 有 对 就是我会看到大家给我很多那个私信去鼓励我 就是粉丝和观众是个其实重要的自信来源 我们经常说我们自己也可以决定很多事情 但如果大家没有人认可你的就是演技 没有人看你的作品 你仍然不会觉得很自信 所以我觉得他们也给你这段时间带来了非常大的自信 他们是我这段时间的强大的支撑 你再说点别浪涨 是我也是别人一哭 就百感交集四个字 我看到你的朋友圈有一个微信的签名是希望你能看到 你说的是那个自己的家人的事情吗 对我的朋友圈封面是我和我爷爷的合照 对因为工作人员在跟我说 说因为爷爷跟你的感情特别好 你希望把最好的东西展示给家人 你是小的时候跟爷爷长大的吗 我跟爷爷长大跟爷爷奶奶长大 然后我爷爷其实对我影响特别深 就我永远去看他后期身体特别不好 我永远去看他都说你别再来看我了 说你那么多事要忙 包括我在剧组的两年都没有回来看 那时候你正好在拍那个 就在拍这个戏 我在拍东宫 然后爷爷 我就给我爷爷买了个手机是可以视频的那种 然后我就老在剧组跟他视频 他说那你什么时候回来了 我说很快 我说那个 我说那个 我现在在干什么 你以后都可以在电视上看他 我说你以后会知道我在干嘛 为什么不在你身边 因为我一般在北京都陪着他 然后我 我拍完戏没多久吧 就在东宫开播的前一个月 也走了 就是我觉得自己没有太多的时间 我今天在他最后的时候多陪陪他 我觉得第一个 我就挺不孝顺的 然后我本来想说 本来想说东宫播的时候想跟他一块看 然后也没有机会了 为什么您刚才说想让我讲第一天 我没有往下讲太多 是因为 没有特别开心的事情跟大家分享 那一天 我其实一直在哭 就是一直在 很想他 很想你跟他来看这个 对 我开播的时候我想的是 为什么也也看不到 这个戏播的对我来讲有什么意义呢 就是无非就是更多的人认识了我 但是其实 我最重要的人已经看不到 然后我那段时间真的 其实挺负面 刚开始挺负面 情绪挺多的 但是我看到很多 小伙伴给我发了私信 给我留言 我就觉得 好像自己 又可以变强大 就是觉得说 爷爷你看这么多人喜欢我 我这么多人认可 我这个角色认可我的演技 我觉得 我觉得我做到 我觉得我没让你失望 我觉得你是一个特别 看上去很懒散 看上去好像觉得 就是你刚才说 北京女孩啊 看上去也是那个 就是 但其实你把你放在 那个状态里面 你是一个非常非常 挺敏感的 是 挺敏感的 遗憾没有被爷爷 看到自己成绩的彭小冉 自想是一个 好强努力的女孩 在父母的严格培育下 她学习成绩优异 并对主持充满了兴趣 我从小学习应该很好吧 对 我小时候 基本上就是 考试成绩必须要在前三 对 就是对我很严格 当班干部吗 对啊 就是从小就是 从一年纪就是 就是 我特别理解爸爸 就是他们会 会有一种说 就是我现在对你严格 但你以后会感谢我 我其实现在也确实是这样子 但当时你并不感谢吧 应该 不会啊 对 但是当时爸爸是那种 就是对成绩要求 非常苛刻的人 但是你就是高中毕业以后 为什么去考那个 传媒大学呢 当主持人呢 我们说现在演戏有小童星 我可能叫小主持星 就是我从小就主 就是在班级活动啊 那会儿 就是有那种激发这种欲望 是原来老师就是说 你是班干部 让你来主持吧 然后就这么就是老主持 老主持 发现自己主持慢慢慢慢 别人周围给你的肯定 和给你的声音 是让你觉得 往这个方向的 所以我当时毕了业 不是毕了业 就是在考学的时候 我没考过其他 我就考了中传 所以就跟刚才说的 就是说 你就以为自己毕业以后 就一直去做一个主持人 对 在大学还是班干部吗 在大学班干部太多了 我优秀的人太多了 是吗 对 大学这几年生活 感觉怎么样 后来啊 跟朋友聊天 他说有一阵 我对你印象特别深刻 我说什么 他说就有一阵 我觉得你跟发了疯似的 天天就下课就去自己驶 自己驶 回来就上课 然后天天就棚头垢面 也不梳洗 也不洗脸恨不得 然后戴个眼镜 然后抱着一落树 黑天的 就是那个大冷天的 然后我说 我有过这段日子吗 因为我印象里的大学生活 都在睡懒觉 这个左边是 左上这张照片是 我和我的摄友 我们其实在大学 每一个班的同学 特别多嘛 而且不是所有人上课 都搭在一起的 只有小课的同学 和宿舍的同学 是常在一起的 我们是最熟悉的 在左上角 然后下面这个是 毕业照 下面这个是 我们毕业时候的照片 然后右边这个就是 那会儿 自己想去学做甜点 你上去也打过工吗 打过工 我还卖过油呢 什么油 色拉油 就是那种商场的推销员 在商场里卖吗 对啊 怎么卖啊 你要非常了解 这个油的成分 然后这个油的成分里面 哪些是对人体健康有益的 然后怎么个有益法 为什么有益 必须都要背下来的 然后那时候就是 因为我是觉得 有点事干 最起码在客鱼生活 那会儿除了坚持打工以外 还有就是平时接接主持的活动 那会儿也是比较 磕专业口 然后大一大二大三 都有实习 我大一的时候去的是北京电台 大二的时候去的是北青报 大三的时候去的是北京电视台 就是我想说就是 都去看看 三种媒介类型 都去看感受一下 也为自己就是 毕业的时候 想说找工作的时候 能够自己 最起码了解一下各行各业 好了我们其实刚才说了很多校园的时候 今天我们也采访到了老师 我们来听听老师怎么说的 小冉一直是一个充满了活力 然后特别热情到处张罗的一个 一个北京大妞 有一年我带09班去北京电台 帮我录小说 小冉是组长 就是通知大家 组织大家说一定要不要迟到啊 都要人能听啊 然后做好笔记啊 一定要严格去啊 小冉组织完大家录音呢 去看呢 北京台的演播室里有一个长沙发 他竟然躺在那睡着了 睡着睡着 他还一翻身从沙发上掉下来 你懂我懂了 噗噗一下一个噪音 害得我们都没有录音 大家一下就论了 我怎么不知道 所以这就能看出来 他是一个非常开朗 非常活泼 非常开的一个姑娘 说到小冉同学呢 其实他刚进学校的时候 真的就是一个特别朴实 特别纯真的中学生的感觉 小冉呢 可能也是进入了一段时间的调整 他很快就适应了学校的生活 而且他呢 就在专业上找到了自己发力的方向 非常的努力和认真 我们其实到大三的时候 都有给中央电视台推荐 这个实习生的这么一个选拔活 我记得当时小冉就是 吹了一个蘑菇头 我然后穿了一件绿色的镇装 然后录了一段实证信 对我留下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 那么因为要做这个采访 所以前两天我也找到了一个 小冉同学当年送给我的小礼物 就是一个好教师证 现在看到这个东西也是非常感慨 我发现当时他给我留名 录的这个人名叫彭大冉 所以我会想小冉同学 小小的身体里面 是积蓄着巨大的能量 也有一个很大的梦想 我想这么一个聪明 勤奋 然后又有创新 对自己又有要求 而且有情有义的姑娘 将来未来一定会特别美好 小冉 加油 太删情了 太删情了 关键我觉得老师真的不一样 这个是 还留着 这是你给老师当时 对这个是我的妈呀 我都没想到梅姐居然留着 你发现老师就是这样 其实我们离开校园以后 我们发展的多好 可能都是我们自己 但老师永远都在默默地祝福着我们 是 当你往前冲的时候 很多时候容易忽略掉身边的风景 和身边的人 但是当你回头的时候 你会发现原来还有这么几个 一直在挂念你的人 一直在注视着你 你就往前走吧 我们就看着你往前走 特别好 我觉得这种感觉 就像今天老师拿的这个小本本一样 我觉得他一定为你骄傲 你为什么当时要去网络平台呢 当主持人呢 因为我毕业之前已经把电台 电视台和平面媒体的 这几个媒介的渠道已经了解过了 然后只有新媒体 是我没有去涉猎过的 我没去那实习过 而且我觉得那个是给我压力没有那么大 然后他那个当时毕业生的待遇特别好 我是第一个他们招到的 从广院毕业的学生 他们其实是挺 他们也很注重人才的选择和培养 所以他们那会儿 对我们的待遇还是蛮好的 而且那时候想 那时候有人居然跟我说 说我长得太搞笑了 说播新闻没有人相信 说你不太适合去播新闻 我一照照镜子觉得也是 后来就去了爱情 三年 三年 大概三年 但是我觉得那三年对我来讲 其实成长挺快的 是 你想当谈话节目主持人 还是综艺的 谈话节目主持人 我那会儿毕业的梦想 一个是做出镜记者 还一个是做访谈节目主持人 你那么小 为什么喜欢做访谈节目呢当时 爱聊啊 爱闹啊 画牢啊 但是那会儿呢 就 因为年纪小 聊得也没什么养分 它跟年龄有关 真的 我发现呢我想跟别人聊天 别人也不怎么爱搭理我 就是那会儿做 可是我们都是这么过来的 真的 都是这么过来的 然后就叫孙子问爷爷嘛 他就在形容说 你永远是好奇 对 但是那个嘉宾永远觉得 这还用问吗 对 但是随着你年龄增加 他不去问了 他是聊 对 那会儿做主持人 你包括现在被访问 以前是访问别人 其实有点恍恍惚惚的感觉 有的时候真的 就是有一些采访的问题 我就觉得 怎么这问题都能问出来 那会儿想 那会儿自己问的也是这问题 但是你比如说 你有没有碰到别人 就是把你撂哪儿了 有点不是特别给面那种 没事 反正后期都能剪 根本看不出来 前期有吗 有过 而且有过那种 就是自己确实做的挺差的时候 就做的某一个活动 比如说耿接不上 或者是真的有冷场 或者是说那些话 根本别人不爱听 其实做主持人 真的压力挺大的 尤其是你不像演员 还能 比如说这次说的不好 台词说的不好 再来一遍 保一条 下一条 然后主持人就是 某一些现场活动 就是 你没说好就没说好 没主持好就没主持好 而且很多时候 我那会儿也有过 刚毕业的时候 做主持人 被骂的 狗血淋头的 特别惨 主持也会被骂吗 有 主持一些大活动吧 就是比如说艺人特别火 或者是艺人热度特别高 然后当然自然会看的 受众就比较多嘛 那比较多的时候 那时候自己确实 没有磨练到一个程度 确实主持也不好 然后就会有很多人说 很多人骂 主持什么玩意儿 哎天哪快下去吧 就这种 你那时候是在爱奇艺 对对对 然后有弹幕 对对对对 你看 我们就没有 会觉得 这是个挺好 挺好玩的话题 这是你的成长路径 对 那会儿真的是会哭鼻子 那会儿看真哭鼻子 就是哭 自己躺在 躺在床上抱着电脑 看着 真的这么吵 就是哭得老伤心了 但是后来慢慢慢慢 自己心态其实也会有变化 一个是说希望激励自己 能够做得更好 也确实是会后悔说 哎呀就这种泪水里的情绪 很多 也一个是说委屈 就说我确实 为什么这么多人骂我 也有更多的其实是说 后悔我其实可以做得更好 而我可以更努力一些 后来就慢慢慢慢 自己也是一个心态上的成长 但是后来你在爱奇艺 其实就很优秀 很多大的节目 活动 都是你主持 多漂亮 所以你看就是说保护自信特别重要 也许你看它特别美的 背后其实心里很忐忑 我那会盲目自信 那会真的就是在场上 真的也一点都不剧场 其实那会要比现在自信的多 因为身份不一样 左上角那个是你是吧 对对我喜欢你那种感觉 我不喜欢右边这张 那时候还年轻呢 那个效果 这时候多想念啊静姐 就是你看他坐姿 你看 哎 标准的 所以你看 你看人的伪装性多大 他明明就不是这样一个人 对吧 所以我就觉得这张就感觉有点假 但是这边我都超喜欢 所以为什么我说 你是一个特别有自己 特别强的个性的 你一定要变成自己 我现在回看我刚出来那会儿的主持的视频 自己真的啊 就是说话什么都是这样的 好 请 好 请 好 现在我们正式开始 就是那个 胳膊都是直的 都特别激起人 然后说的话也是 包括那会儿很多人开玩笑 说广怨的学生不会 不会正经好好说话 就是说去食堂吃饭 跟人家那个食堂师傅都说 师傅帮我来两块肉饼 就是给人师傅吓着都 你是播音主持系的 对我学播音主持的 然后那会儿 我们那会儿毕业的要求 跟演员就不一样 演员说是要做自己 要活出自己 但是做主持人就是 你必须要达到某一个标准 你看就是比如说做访谈节目 我们的目标是李静姐 比如说做新闻主播 我们的目标是李月音老师 就是他都是有一个模板在的 我们所有人都要朝着那个模板去努力 那你变成演员 就转行成为演员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呢 是我刚好主持到我老板的活动 然后就在活动上 其实我们都除了正常的采访的问题以外 跟他有交流以外 都没有额外的交流 然后没过多长时间 没过几天 然后我就收到姐姐的那个微信 给我发语音 她说说小阮现在有一个 我这边在筹备一部戏 有一个比较出彩 蛮出彩的角色 一个女二号的角色 说你要不要来试试 因为其实当时我只有老九门 是让大家看到的吧 就是在影视作品里面 但是那个其实也是个打酱油的角色 也不是说是多么出现了很多集的也没有 但是就因为看到了那个 然后姐姐跟我说 说她想让我来试试 然后那会呢 是刚好我在爱琪的合同到期了 我可以选择 那时候爱琪给我的条件也很好 就是说你如果继续做主持人 那么我们就跟你签一个永久的合同 你可以永远在我们这做主持人 就是你只要不提离开 我们也不会开张 就是这是一份很稳妥的职业 然后要么呢就是 要么我就去选择做演员 转行 这是个大的决定啊 你看你过去四年都在学主持 对吧 对 所以你有跟其他的人商量吗 就去做了这个选择 没有我看了这个剧本 然后看了这个剧本之后 我就喜欢那个角色 我是觉得我特喜欢那角色 我是觉得我 我不用特别演的 我可能属于我 垫垫脚我能够得着的事情 我就想试试 难吗 一演戏 不简单 嗯 就是做主持人的时候 因为之前也有演过戏 但是那都是打酱油磕串嘛 那时候真没 那是我对自己的认知 还是一位主持人 我只不过去剧组玩玩 感受两天 那真跟做演员是不一样的 嗯 然后真正进组就是 签了公司以后 所以我在进公司之前 我还去刘天池老师那 报了个表演班去学习一下 因为我觉得基本功 还是重要的 我就怕我在现场 给人家添麻烦 就是什么机位也不知道 眼神也不知道往哪看 就这些基本的东西 还是应该提前掌握一下的 嗯 所以我就提前去报了个班 然后就进就进组了 我基本上学演戏 都是在组里学的 你到现在几部戏了拍了 两部戏嘛 一个东宫 一个还没有大 还没有看到 那你觉得自己就是从大学毕业到现在 然后本来是想当主持人 现在成为演员了 那你觉得自己是个幸运的人吗 太幸运 我每一部都很幸运 就是我从进大学门我就很幸运 我差点就考不上传媒大学 因为因为我是最后是因为高考分比较高 就是文化科分比较高 就是已经在一本线以上嘛 然后是他们有一个考核的标准是说 一个是从专业名词来看 一个是从高考名词来看 我想我其实好像应该是从高考名词被录取进去的 这就是第一个幸运 就很幸运的我能够进去 然后进去之后 我就把自己专业课成绩就是拼得老靠前了 还是就是有点不服输的精神 另外一个就是毕业之后能到埃琪 我觉得这个选择也是 我现在看来我一点都不后悔 所以对于你来讲很多东西 你并没有去刻意选择 但是来了的时候 我觉得你也没有花时间去筛选 所以在你的生活当中或选择当中 其实是挺值得给大家借鉴的 就是说如果机会来了以后 不要去想太多对吧 对 我觉得可以问几个朋友 就是最好的最了解你的朋友 问问但是你最后做的决定还是自己 我觉得问的时候其实都已经决定了 有有有 你就是想让我说特棒我同意 对 想让我支持你 我是觉得你必须要相信自己 相信自己的学习能力 对 因为你要不断地学习你就可以 你比如说你拍的这个戏特别红 那是你自己很好吗 还是剧本很好 还是它一定是所有的因素 但你是要做一个清醒者 而且我看 不管是今天我们来的小伙伴 还是就是平时也很多人给我私信啊 包括就是我发现大家其实年龄都很小 但是我就回想 我在大家这个年龄的时候 很多时候也是面临着一个人要进入社会 还有可能是接近学习生涯的尾声这样子 我就在想其实大家现在面对的机会 都要比我们那会还要多 这个时候就更考验自己的心态和自己 就是心理的成熟度 然后我觉得我希望能够向你学习 然后以后也能给大家带去更多的快乐 像小太阳一样 谢谢 希望将来我们做新的节目 然后这个明星带你逛北京吃美食 然后那我必须毛髓自见 对对对 谢谢 欢迎大家登陆新浪微博 搜索非常近距离的官方账号 在新浪微博跟我们话题互动 关注更多的家庭故事